现在所谓的选战操作叫做导流 什么叫导流 柯文哲很厉害 现在民众党的发言人在那边 我还说 柯文哲在这块上非常厉害 我说他叫十倍速快转 他抛议题非常的快 他立场转变非常快 他不断的导流到不同的平台去 一个反服貌就有五种立场 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他就导到哪边去 这个是非常厉害 核四也是 核四他可以两年前 他们公投的时候反对核四重启 他现在又可以说 我要重检核四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 同婚也是 对 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今天可不可以请发言告诉我 柯文哲到底赞成符号 还是反对符号 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 连支持或反对都讲不清楚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最大的黑箱 他凭什么反黑箱 我觉得今天在讲太阳花旋律的时候 为什么说50万人上街头 你违背了整个世代的那个支持 因为当初你就因为太阳花旋律 受益最大 你不要因为你自己去两天 去开了两次会 吃了两个便当 就说你去23天的 叫做没有意义 这件事情是对很多 在那边23天的人 是一种侮辱 是一种看不起 为什么有人去做了20几天 因为他们在保护学生 因为所有的立委 如果没有去保护学生的时候 学生会被抬走 这场运动就没有 这是当时的状况 连年纪更大的都坐在现场 我觉得是柯医师 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自己没有做 你就怀疑别人的动机 人家的动机就是 简单台湾精神 就是为了保护学生而已 但是你今天在 讲这些人 保护学生的人 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 他是什么阴险狡诈的政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你不要贏了还要贏了 你八年以来 为了太阳化学运 造就你一个台北市长 造就你一个柯文哲 结果你八年后 你反福茂讲不清楚 你讲你反黑箱 但是你反黑箱 你连支持跟福茂 跟反对福茂 你都讲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自己本身就是黑箱 八年前你要骗胜率的选票 你讲你是胜率的 八年后你要骗胜率的选票 你说你只反黑箱不反福茂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立场 依赏哥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金小刀 其实他会所谓的 人家觉得他很厉害 是因为马英九 那马英九有第一个就是人设 而且跟所谓的金小刀的关系 因为一个候选人必须跟 就好像我们为什么找潘梦安 因为潘梦安跟赖琪的关系 够熟悉 那马英九跟金小刀够熟悉 他跟侯友宜够熟悉吗 我觉得未来这个总部 会变成三头马车 侯友宜的人 朱立伦人跟金小刀的人 那第二个金小刀问题 就是跟组织系统不合 他对于国民党的组织系统 不是说他不熟悉 而是已经长期 因为马王之间的斗争 让金小刀对于国民党的组织 而国民党组织这一块 却是面临郭台铭跟柯文哲 在抢食的状况的时候 金小刀有没有可能处理组织的问题 第三个刚才讲了一堆 所谓金小刀对于媒体施压的状况 现在的媒体状况 就不是你去施压 他就会改变了 现在所谓的选战操作叫做导流 什么叫导流 柯文哲很厉害 现在民众党的发言人在那边 我还说柯文哲在这块上 非常厉害 我说他叫十倍速快转 他抛议题非常的快 他立场转变非常快 他不断的导流到不同的平台去 一个反服貌就有五种立场 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他就导到哪边去 这个是非常厉害 核四也是 核四他可以两年前 他们公投的时候 反对核四重几 他现在又可以说 我要重检核四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 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但是这个导流的技术就非常重要 我如何到不同的平台上面去导流 这个是柯文哲 他立场十倍速快转 导流厉害的地方 这个是金普聪 他对于现代的 所谓网络传播媒体上面不熟悉 他可不可能这么导流 我就讲这最近的一些战略上的意义 战略上面 其实柯文哲是国民党主要敌人 而不是赖清德 你要先取得第二名 才能跟赖清德挑战 但是他在战略上却不断地打赖 我举个例子 福茂这件事情 他企图切割柯文哲 把柯文哲跟赖清德说 都是民进党跟柯文哲 带领太阳花旋律挡住了福茂 也就是说侯友宜 站在福茂这个立场 但是柯文哲马上被国台办打脸 说没有 是民众党跟国民党都支持福茂 又把你们绑在一起了 这个就是所谓金小刀 没有办法面临现代文宣选战 再讲一个例子 NCC就好 NCC当然金小刀进来之后 马上处理所谓的NCC 这次所谓的境界势的问题 但是他骂中央政府 我们都可以体谅 因为再也打骂中央政府都可以 但是他们却忘了柯文哲 最不能批评 新闻自由的柯文哲 为什么呢 他在直播节目里面 直接封了NCC委员 如果这件事情 你都可以谈证新闻自由 我现在马上封你说 那个NCC委员 谢谢 对 谢谢 那你柯文哲还可以谈新闻自由吗 如果信任柯文哲不能谈 所谓的新闻自由 无法你已经没有立场 去批评NCC的时候 但是我看到国民党的新闻稿 一个字都没有骂柯文哲 这个是你跟柯文哲 切割立场的好机会 林涛我要跟你讲 你要跟党中央赶快反应 你们现在要三分打绿 七分打科 这才是真正的战略 因为昨天国台办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霖 也不是讲说这个服貌其实是两边互惠一个非常好的协议 他说只要你坚持九二共事这个基础的话 那我们要来看九二共事到底是什么 柯文哲今天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说九二共事的定义是什么 你要有实质交往 胜意比较重要 每天局限在那个名词 搞得大家都很不高兴 没有必要 他现在说九二共事的定义很模糊 有定义很模糊吗 我们来看看不同时空之下 柯文哲的答案居然每次都不一样 一起来听 过去柯文哲2011年 在做柯医师的时候 我跟你讲 怎么叫九二共事 就是下跪投降 讲完就这样而已 完全一模一样 跟你现在的态度完全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 你这条如果再讲 2018年 你就讲 九二共事 是两岸 和平发展的基础 我对这个立场 是表示了解跟尊重 对不对 然后去年 半双城论坛 上海市长讲说 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 柯文哲说 不然要改他稿子 我跟你讲 你最好不要在这条跟我变 我跟你讲 这条是我是最痛的 我没有要跟你变 这是过去2011年的柯文哲 在打脸 2022年的柯文哲而已 八年来我们发现 柯文哲原来是 俗辣却演成英雄 我们大家 过去85万的人支持你 因为教室你是英雄 結果没想到 你就是一个俗辣 你到财团就腿亂了 請问建商议员 这样算不算诽谤 還是我要真的放 我就放手跟他打 柯文哲面对简舒培 当年的咨询 他讲什么 你要这样讲 我就翻脸 接着就说 我最痛恨什么的 所以你要翻脸的是柯文哲 你最痛恨的就是柯文哲 明明就是柯文哲自己讲的话 结果呢 扎妹不好意思 情你不好意思 去年不好意思 他都一概忘记了 简舒培当然不是毁谤 骂人家是狗是毁谤 而且骂人家是狗之后 还说狗是可爱的 是毁谤 为什么这么讲 我要再讲一句 今天可不可以 请发言告诉我 柯文哲到底赞成福茂 还是反对福茂 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 连支持或反对 都讲不清楚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最大的黑箱 他凭什么反黑箱 在太阳花血运的时候 柯文哲一直 其实一直想要去 妈祖绕境 我们内部幕僚 有一场非常严重的辩论 到底是反福茂重要 还是妈祖绕境重要 就柯文哲还是坚持去 妈祖绕境 为什么 他觉得年轻不要 比年轻人重要 等一下持续 我再跟他入口 年轻人跟年轻 年轻不要主要重要 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劝说 因为太阳花旋律 就已经影响 所有年轻人的声音 而且会影响到2014年 这场选举 柯文医师 如果你要选这场市场 我们必须积极的去介入 跟年轻人做对话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但是柯医师 坚持去走八天的 所谓的 大家骂绕境 然后他说 为了他的所谓的心愿 我也同意 我们那时候也同意 所以我们那时候 他在绕境的时候 写了一个脸书 向太阳花学运的朋友们致意 我觉得今天 在讲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为什么说50万人上街头 你违背了整个世代的支持 因为当初你就是因为太阳花学运 受益最大 为什么受益最大 我要说的是说 那一天我们所有的志工 包含柯文哲的志工 很多挺育的人 那时候都挺柯医师 因为我们挺柯医师 所以我们在中山青岛 用自己的资源 跟朋友募款 弄了一个战 我们不断的要求柯医师 拜托柯医师 可不可以来跟现场来 结果没错 跟史树华一样 去了两次 那个我场 我们待了23天 柯文哲去了两次 说真的我也不在乎那两个便当 那时候便当多到说真的 都要送给万华的游民吃 多吃那两个便当不算话 但是你不要 因为你自己去两天 去开了两次会 吃了两个便当 就说你去23天的 叫做没有意义 这件事情是对很多 在那边23天的人 是一种侮辱 是一种看不起 说说没有意义 没有说没有意义 我要讲一个人 李英元 我非常难过 李英元是当初2014年 柯文哲的总干事 负责协调所有绿营的支持者 他帮柯文哲打了那场选战 他在2014年 他去年过世了 他在2014年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乔黑也知道 我们24小时在干什么 我们真的在做很严肃的事 说真的柯文哲来 我们都很开心 你只要说你来 你心意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来几天 大家不会在乎 因为很多朋友 因为工作很忙 他只去了两天 他去了三天 这都无所谓 当然台湾人对你就是很好 对你就希望 你可以打赢台北市市场 这场选战 但是你不要去质疑 为什么有人 去做了20几天 因为他们在保护学生 因为所有的立委 如果没有去保护学生的时候 学生会被抬走 这场运动就没有了 这是当时的状况 连年纪更大的都做在现场 我觉得柯医师 柯文哲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自己没有做 你就怀疑别人的动机 人家的动机就是 简单 台湾精神 就是为了保护学生而已 今天我要为什么说 太阳花学运 他是最大的收益者 太阳花学运 不是改变柯文哲 是改变了民进党 当初跟民进党的协调的时候 叫两阶段初选 在太阳花学运之前 民进党是坚持不跟柯文哲谈的 是因为太阳花学运之后 所有民进党的人认为 我们对抗的不是国民党 我们对抗的叫做共产党 我们必须把民进党的门打开 我们要接纳更多的 年轻社会的力量进来 所以才有所谓的二阶段初选 如果那一年 民进党没有提名柯文哲 没有理让柯文哲 直接提名姚恩志或顾立雄 哪一个人 我说真的在那一年都可以当选 今天没有你柯文哲 但是你今天在讲 这些人保护学生的人 是没有没有意义的 他是什么阴险狡诈的政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你不要贏了 还要贏了 你八年以来 为了太阳花学运 造就你一个台北市长 造就你一个柯文哲 结果你八年后 你反福茂讲不清楚 你讲你反黑箱 但是你反黑箱 你连支持跟福茂 跟反对福茂 你都讲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自己本身就是黑箱嘛 八年前你要骗胜率的选票 你讲你是胜率的 八年后你要骗胜男的选票 你说你只反黑箱不反福茂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立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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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